熊熊烈焰瞬间吞噬整个吃后的 这部火烧车是一部资源回收车 大火还夹在黑烟越上越惊人 当时车上有两名清洁队员吓得竞技逃命 清洁队员一个在车头 另一个在车尾惊慌失措 因为火烧资源回收车实在来得太突然 就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刚好有部消防车经过 用最快的速度扑灭大火 火灭了才发现原来后头的资源回收物 有个香炉 它就是面货的原因 里面有灰井 可能那个同能在查核的时候 没有检查 是不是空的 原来是香炉里有残留的灰井 再加上天气太热 灰井复燃才会引发火警 这部台中市的资源回收车 今年四月才启用 一般随车会有两名清洁队员 当时连车上配有的灭火器都还来不及用 后车斗就陷进火海 车体三分之一一片较黑 当时车子满载资源回收 归队途中发生火烧车 幸好两个清洁队员都坐在前头 躲掉大火 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就上网瑞士伊林台中采访报道